咱们今天要说的这起案子呀 发生在湖北省隋州市啊 这也是咱们前一段时间上线的那小说 双重身份的作者金禄老师的祖籍 那么这个案子呢 是2010年发生的一起 稻田强奸杀人案 2010年12月28号的时候 已经是临近中午了 太阳啊都升得高高的了 隋州某村的村民老崔 他呢已经在自己的稻田里边啊 忙活了一上午了 您各位该说了这大冬天的 在稻田里边忙活什么呀 这水稻啊 在咱们国家是北方南方都有种植 基本上在湖北呢 通常情况之下这稻子啊 一年是种两劲 有少部分呢也会种三劲 一般这碗稻呢收割时间 一般就是10月底到11月底啊 这个时间段里面收割 到了12月份 那这稻子都收割完了 但是地里呢 还是有一些杂活的 此时啊 这地里边也就剩下稻子杆了 你把这地得归正好了 来年呢 还得继续种呢 老崔忙活了一上午 这就准备起身回家呗 这时候 他的媳妇从远处点点的可就跑来了 一边跑着 一边还喊着 老崔老崔 到了老崔身前的时候 一把可就扯住老崔的袖子了 然后这嘴里边啊 有点语无伦次的 哎 你看那那那那边 一边说着 一边这脸呢 就朝着远处在那张望 老崔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这时候抬起头来 就望向远处的那田岗那 其实啊 那一片上午干活的时候 他就注意到了 离这几十米远的那田岗那 好像是有个什么东西 但是因为地里边有活呢 也没工夫搭理这闲事啊 这会儿看见媳妇一路跑过来 吓得不轻 这老崔赶紧就问 怎么了 你跟我去看看去吧 夫妻俩呢 就往那边走了过去 等走近了 哎呦 老崔这后极量骨都发凉了 怎么呢 这田岗上啊 竟然是一具女尸 并且这具女尸是一个半裸的状态 这受害人 就这女孩 看起来啊 岁数不大 特别的年轻 裤子呢 已经被退到了 臀部以下 老崔别看活了六十多岁了 但是哪见过这场面啊 这还头一回见着这尸体呢 赶紧就报了警了 警方接到报案 听说是命案 立刻赶到了现场 到了现场 先看看四周围的环境吧 这四周围呢 都是农田 也有一些菜园子 这片农田呢 距离住户啊 还是比较远的 是比较偏僻的地方 这受害人看上去 年纪也就是十六七岁 养着脸躺在地上 身体上呢 没有什么外伤 但是脖梗那儿 是有余痕的 那么这就应该是被掐死的 或者是勒死的 女孩的上衣啊 已经都脱掉了 被扔在了一边 下身的裤子呢 也被退到了臀部以下 在尸体不远处 在地里边 还有一双红色的高跟鞋 看到此情此景 警方心里边清楚 这再明白不过了 这是典型的 枪奸杀人案啊 法医经过鉴定 女孩的死亡时间 不超过十二个小时 也就是说死亡时间 应该是前一天晚上的 九点到凌晨十二点 这个时间段 警方呢 又仔细看了 这双红色高跟鞋 在那鞋跟上 有好些个泥 同时 在他躺着的那处田里边啊 还找到了一排 那种特别小的小窟窿眼 这是高跟鞋留下的痕迹 这高跟鞋的痕迹 从田边的土路 一直就延伸到了 受害人躺着的这个位置 除了这高跟鞋的足迹之外 在这高跟鞋印的旁边 警方还发现了一种运动鞋 才能留下来的鞋印 这种鞋印上面呢 带有着一种圆形的图案 这不可能是高跟鞋留下的 而通过这个鞋印的样式和大小 也能够判断出来 这是男士穿的鞋 那么这就应该是犯罪嫌疑人留下的了 警方呢 在现场仔细的搜索啊 还在土路的旁边的那枯草堆里边 发现了一个吊坠 这个吊坠呢 是一个小兔子的形状 结合案发现场的所有细节 警方就推测出了 案发当时的一个大致的情况 因为这是一条土路 是没有路灯的 而死亡时间是晚上九点到十二点 那么在那个点啊 这条路上那是伸手不见五指 乌七八黑 这女孩呢 一个人就在这黑夜里边走着 到底为什么出来 为什么走在这条路上不知道 很明显是有人突然在这土路边上 就袭击了这个女孩子 然后挟持着她就到了那田地的深处啊 到了僻静的地方 在那对她实施了强奸 强奸完之后又残忍的实施了杀害 遇到这种无名实案 警方啊最重要的就是查找师员 查找受害人的身份 这个咱们之前也多次提到过 对吧 第一点一定就是看看 这女孩身上以及周围 有没有能够证明她身份线索的物品 像身份证啊 手机啊之类的 还别说 真找着了 在案发现场 警方找到了这个女孩子的手机 手机啊已经摔坏了 但是你这难不过警方啊 有接触人员呢 能进行复原呢 经过数据恢复之后 有了重大的发现 有这么几条在手机里面找到的线索啊 第一 这女孩遇害当天晚上 曾经啊 有三个电话号码 跟她频繁的通过话 第二 这手机里呢 存了一张风景照片 就随手拍的那种风景照 应该就是在这附近拍下的 符合当地的这些风景人文特点 有了这些线索之后 警方呢 就立刻制定了下一步的行动方案 第一 就是来找找 那双男士的运动鞋 到底哪有卖的 到底卖到哪了 看能不能通过鞋找到人 第二 就是查给这女孩打过电话的那三个电话号码的机主到底是谁 调查这三个机主的行踪调查他们的身份 第三个 手机里不有照片吗 找到那张照片的具体地点 这警方啊 是分成了好几个行动小组 每个小组呢 负责侦查一条线索 要想着通过那鞋印 找具体的鞋子的款式 从而找到是谁买的鞋子 谁穿的鞋子 这事不容易 所以这几天呢 这个工作呀 也没有多大的进展 不过手机里不是有张照片吗 那张照片倒是让一个当地的民警给认出来了 这民警就说呀 哎呦 这张照片感觉像是西河镇沙河村那边 那到底是不是呢 到现场去看看去吧 去了这么一看果不其然 就是沙河村 这死者为什么会拍下沙河村的照片啊 他也不是个什么风景名胜旅游圣地呀 会不会说死者就是沙河村的人呢 于是啊 几名警员在案发第二天 立刻到了沙河村挨家挨户的进行走访摸牌 就问问 看谁家有没有十六七岁的女孩 突然就走了 突然就离开家了 莫名其妙失踪了 这一问呢 还真问出结果来了 村子里边呢 有这么一户人家姓曹 他们的女儿啊 曹小静 十六岁 这两天不知道到哪去了 家人们呢 是直到第二天早上 才发现小静不在家里的 还没来得及到处去找人呢 这不警察就找上来了吗 要说起来啊 这小静 岁数不大 她呢 是一个特别叛逆 特别有个性的这么一个姑娘 喜欢玩 喜欢到处去玩去 无所顾忌 就没有她害怕的事 其实她的这种个性啊 跟她的成长环境啊 也是有关系的 她的父亲呢 常年在外边打工 母亲呢 好些个年之前 就离家出走了 所以啊 也一直没人管小静 小静呢 就一直待在亲戚家里边 是在亲戚家长大的 这就咱们通常所说的 留守儿童 现在呢 已经成了留守青少年了啊 这个年纪的女孩 也都爱美了 就总是自己精心的打扮 化妆啊 嘴唇化的血红血红的 描上漂亮的眉毛 打上粉底什么的 弄的是要多漂亮 有多漂亮 要多精神有多精神 然后干嘛呢 喜欢晚上啊 偷偷的溜出去 见个网友啊 见个朋友啊 哎 痛痛快快的 玩的便一宿 那么到底 发现的那具半裸女尸 是不是曹小静呢 家人这么一辨认 还真是 死的确实是小静 这时候啊 调查手机通话记录的 那个行动小组 也反馈回来消息了 那三个当天晚上跟小静频繁打电话的人也全都找着了 这三个人呢 有两个年纪不大 19岁 一个姓刘 一个姓赵 还有一个岁数可不小了 50岁了 姓王 这小刘 小赵 跟老王 这都是隋州本地人 尤其这老王跟死者曹小静 这是一个村的 通话记录显示 三个人都是当天晚上九点多 跟曹小静都有过三次以上的通话 大晚上的给人一小姑娘打这么多回电话 干什么呀 那是不是要和曹小静约会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通过查询给这小静打电话的三个手机号 这仨人都找着了 分别是19岁的小刘小赵 还有50岁的老王 那这三个人大晚上给小静打电话干嘛呢 都是要跟他约会吗 这么说吧 似乎也有矛盾之处 你说一姑娘 跟一个小伙子也好 还是跟一个大爷也好啊 约会 你只跟一个人约吧 你不可能一下子跟三个人都约会吧 所以警方啊 对这三个人都一对一的进行了问询 首先呢 就找这50多的老王 这老王跟小静年龄差距太大了 这都是小静爷爷辈的人了 怎么会大晚上的总给个小姑娘打电话呢 首先呢 是对这老王进行了一个侧面的了解啊 就问问村民们乡亲们 对这老王都是个什么评价 大伙就都说呀 嘿 老王这人呢 心术不正 他呀 这些年挣了点钱 仗着手里边有点钱 平时就喜欢跟村里边的什么小寡妇啊 什么小姑娘啊 在那勾勾搭搭的 最近一段时间呢 我们也发现这老王跟小静走得挺近的 关系是不是有那样的情况 反正我们也不好说 对吧 任意姑娘家家的 那么这老王联系小静 是不是在打小静的坏主意呢 他会不会是奸杀小静的凶手呢 经过一番询问 这老王啊 也跟警方说了实话了 说我呀 确实有点那样的心思 我那天晚上呢 是给小静打电话了 不过电话里边小静说 他出门了 差不多九点半 我呢 打算再打电话问问 看今天晚上还有没有机会啊 有没有时间 他电话就关机了 那么这老王的话是真是假呢 他说他没见着小静 但是没有证人呢 没有任何的证据 能够表明他说的是实话呀 所以他的嫌疑也没有彻底排除 接下来就该看看 那两个十九岁的小伙子 是什么情况了 一个姓刘 一个姓赵 这小赵啊 是小静的网友 俩人线下 没见过面 但线上 聊的是热火朝天啊 这小静呢 平时生活上啊 也是比较随便啊 开放那种 所以呢 俩人在网聊的时候 也会涉及到一些 比较暧昧的话题吧 据这小赵交代 案发当天晚上 他呢是通过QQ 跟小静约好的 在西河镇上见面 他呢 不是西河镇人 小赵来到镇上 在一个小旅馆 开了个房间 这才联系小静 但是联系小静的时候 发现电话 打不通了 网友第一回见面 直接开房间了啊 显然 这小赵 也是安着那样的心思啊 也是想着如何如何 小赵说呀 自己就在房间里面呢 一直苦等着小静 但是 左等右等 等不着 太困了 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一醒 哎 很失望啊 退了房 就走了 那么这小赵 说的是真是假呢 也得接着调查啊 再来说说 这小刘的情况 小刘啊 跟小静也是网友 他俩呢 之前就见过面了 并且见过好几回面 小刘就说 自己马上要出去打工去了 这一出去 再想见着小静就难了 想着走之前呢 再见见面 就约好了 当天晚上在西河镇 四方燕路口那见面 小刘 他是在隋州的 专门从隋州 打了一辆出租车 打上车 往这个西河镇出发 路上啊 就开始给小静打电话 路上的时候 打电话还能接通呢 但是等他十点 到了西河镇 再打小静电话的时候吧 怎么也打不通了 得亏之前 这小刘跟小静 甭管是老王 是小赵 还是小刘 都说 没见着小静 那么 他们这里面 有没有人说谎 这三个人里 有没有真凶呢 各位 现在警方手里边 可有杀手锏呢 什么呀 您别忘了 小静 是遭遇了性侵 所以 在小静的下体里面 是找到了 精斑的 不过 现在你要说 通过精斑的DNA 确定谁是凶手 未免也有点勉强 对吧 找到精斑 只能证明 这个男性 精斑的这主人 跟小静 发生过性关系 但是不是就是强奸 杀害他的凶手 不能断定 所以警方决定 咱们还得重新回到 案发现场 看有没有新的 物证线索 在二次勘察的时候 在小静 尸体附近的草丛里 发现了几根头发 经过DNA鉴定 这几根头发 不属于死者小静 而是一个成年男性的 而这头发的DNA 和精斑的DNA 又相互吻合 这是同一个人的 也就是说 只要跟这头发 和精斑的DNA 能够比重 就能够确定 是作案凶手了 那么 小刘 小赵 老王 是不是 比一下子看看吧 这一比啊 都没比重 这三个人 都不是本案的嫌疑人 本来办案民警 都认为这案子要破了 可是 现在谁都没比重 看来啊 之前的侦察方向 还是出了偏差 在小静的熟人里面 就之前联系过的人里面 这三个人 是最有作案可能的 但现在这三个人 又都不是 民警就琢磨 有没有可能 小静当天晚上遇到的 是临时起义的杀人凶手呢 这就是突发案件 不是熟人作案的 所以接下来啊 警方决定开展大面积的派查工作 小静 是死在了那田间地头上 那么这嫌疑人 应该住的离那儿也不会远 就是附近的村民 要不深情半夜 去地里边干什么去呀 不过 即使说啊 只查附近的村民 人数也不少 除此之外 你要想着大面积的比对DNA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隋州啊 各村各户都不少人去外地打工去 每天都有人走 有人回来 但是尽管这个工作很难做 还是要做下去 这警方呢 就是尽量把每一个人啊 都进行抽携 来进行化验 来进行比对 时间呢 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 本地在家的 全都抽一遍 没比重 外地物工 但凡回来的 也抽一遍 没比重 一转眼 七年的时间可就过去了 附近村子里的人啊 来来回回 差不多的 都才写比对了 都没找到 警方甚至 还发布了悬赏通告呢 悬赏三万元 征集有价值的线索 可还是没有结果 这案子呀 就这么着 成了无头悬案 到了2017年 已经过去七年了 这起案子终于迎来了转折点 西河镇高岗村的村民费某 他呢 在一月份的一天 回老家过年 接到这个消息 隋州警方呢 赶紧动身 就去到高岗村 为什么一听说 费某回来了激动 因为早在2010年就案发的时候 警方大规模排查的时候呢 这费某就进入过怀疑名单 但是在警方还没有抽血排查之前 费某突然离开家 出去打工去了 这个费某啊 在当年 他是一个离异的状态 结过婚 又离了 常年一个人居住 从来没有外出打工的经历 怎么这么急 出了事之后 突然就出去打工去了呢 这一出去 七年的时间 从来就没回来过 警方呢 也就没法采集他的生物剪裁 过去的七年时间里啊 几个和费某一样 都被列入范围的嫌疑人 陆陆续续的都排除了嫌疑 现在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了 费某就是这里边的一个 这一回费某一回来 警察立马上门抽血吧 化验吧 比对吧 嘿 比中了 这个让警方苦苦寻找了 七年的命案凶手 是终于浮出水面 那么这费某跟小静 什么关系呢 七年之前的那个晚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这费某啊 在警方逮捕之后啊 很快就交代了 他说呀 那天呢 我在镇上喝了点酒 喝得晕晕乎乎的 骑着自行车啊 就往村子里边赶 结果就走到道天边上 我就看见一姑娘 穿着红色的衣服 四周围也没路灯 也没人 我那时候又喝了酒了 突然呢 就有冲动了 我就对这姑娘 有了非分的想法 我趁这姑娘不注意 把她拽到了稻田里 就把她强奸了 她反抗的太激烈了 她在那不停的喊 我也怕把人喊来 我结果就下手中了 就把她给掐死了 眼瞅着 自己可就犯下了滔天大罪了 又是强奸 又是杀人 这被逮着掉脑袋呀 费某这酒啊 也醒了一大半 趁着天黑赶紧就跑了 第二天 还没等查着她的时候呢 离开村子就打工去了 这七年时间不敢回来 就怕回来 让警察给逮住 但是七年过去了 放松警惕了 她就以为 自己犯下的罪行 终于翻篇了 我还是得回家里啊 落叶归根呐 我得回去过年去呀 哪成想啊 七年之后回来的第一回 就让隋州警方捉拿归案了 咱们接下来要讲的这案子呀 叫灶台边上的血 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广西龙安县 有一条河叫荣江 这是当地的母亲河 2013年4月3号 龙安县呢 连着下了这么几天大雨了 终于是迎来晴天了 中午一点钟左右 有一位渔民呢 到江上去收网去 看看到底打上来多少鱼啊 这时候啊 就发现有个包裹 就浮在水面上 一开始呢 这渔民朋友也没注意 仔细这么一看呢 哎呦 这包东西怎么看着像是一个人呢 这是不是人的尸体呀 赶紧的吧 打报警电话吧 警方赶到现场之后 发现渔民说的那个包裹呀 果然是一具浮尸 那又这荣江两岸 七里八乡 这家伙发现尸体的消息 可就传开了 办案人员呢 把这浮尸打捞上岸之后 发现这具浮尸身上啊 有被绳子捆绑的痕迹 这肯定不是简单的溺水事件了 同时呢 这具尸体还呈现一个特别怪异的姿势 死者呢 全身多处都被捆绑起来 并且是被折叠起来的 除此之外 头部马就颅骨 大部分都是缺损的 经过法医检验 确认死者是一名中年男性 颅骨严重缺损 这就导致相貌根本没有办法辨认 经过法医初步尸检 认为死者应该是被人击打致死 而让人感到奇怪的是 你把人都杀了 为什么要把死者捆绑 折叠成那么一个怪异的姿势呢 当然我们之前说了那么多案子了 只要发现尸体重中之重 首要任务就是查找师员 弄清楚死者是什么人 这死者上身啊 是穿着长袖的上衣 裤子很破旧 穿着一双胶鞋 从这穿着上来看啊 应该死者是在田里干农活的时候 穿着这身衣服的根据穿着警方认定死者应该就是荣安 本地人通过尸检 法医大致推断出了死者的死亡时间 是在发现尸体的两个月之前 也就是2013年的一月底至二月初这段时间 从颅骨严重缺损的情况来看 作案的人下手太狠了 恨不得大半个脑袋都给去了 谁跟他有那么大仇啊 把脑袋打成那个样子 这明显着就是想致命 就是想弄死他呀 警方呢 又提取了死者身上的物品 在死者内衣的兜里啊 发现了一件重要的物证 死者的内裤兜里边呢 有个小小的口袋 口袋里边装着一张结婚照片 哎 一个女人一个男人结婚的照片 那么照片上的这男的是谁呀 会是死者本人吗 那么这个男的旁边的女的又是谁呢 为什么要把这照片随身带着呢 由于死者面部已经严重缺损 没有办法跟照片上的男人来进行相貌比对 但这张照片还是给警方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 要么这照片上的人就是死者 要么这个人呢 就跟死者有着密切的关系 要不他不可能揣兜里啊 除了这张照片之外 警方在死者身上没有找到其他有价值的物证 只能是从死者这尸体折叠状的这个姿势得出一个初步判断 这人呢 生前活着的时候是不可能完成这种动作的 哪怕你就练了多少年的瑜伽 你也弯不成这样 所以警方觉得这应该是死亡之后 把他绑起来方便运输 这么看来这死者应该是生前就被人打死了 之后被捆绑 这才运到河边抛进水里的 所以发现尸体这地方 他肯定不是第一案发现场 现在的情况是 尸缘不明确 死者是谁不知道 还没有找到第一案发现场 接下来可怎么查呀 这荣江啊 是自北向南 穿越整个县 在这荣江上游 有着一百多个村子 办案人员呢 这是顺流而上 拿着从死者身上发现的这照片 到这两岸就去走访 这案发现场的上游 其实是有两条河 一条干流 一条支流 在发现尸体上游 二十公里的地方 有一条支流 叫浪溪江 这条江呢 是从东向西 汇入荣江 一条主江 一条支流 那么尸体 到底是从哪条江 飘下来的呢 办案人员呢 从经验丰富的渔民那 得到了有价值的信息 渔民朋友啊 就介绍说 说荣江飘下来的东西 都会跑到河西那边 因为此河呢 分为河东 河西 可是这具尸体呢 是漂浮到了河东这边 那么尸体就应该不是主干流 飘下来的 很可能是浪溪江那边过来的 据此 警方判断尸体 是从浪溪江上游 漂流下来的 这浪溪江上游沿岸呢 村庄就少了 就那么十来个村子 这可就大大缩小了 办案人员的走访范围 当办案人员走到一个叫 雅士村的地方的时候 有村民可就认出来了 哦 这这照片上 这不 这不是赵大谋吗 这赵大谋啊 就是雅士村人 说那女的呀 是赵大谋的妻子 郭凤娇 村民们就说呀 在年前还见过赵大谋呢 现在好像出去打工去了 郭凤娇呢 两年之前就离家出走了 之后大伙都没见过他 那么 这浪江里发现的死者 会是赵大谋吗 警方呢 就找到了赵大谋的父母 了解情况 他父亲就说呀 大谋啊 26号就出去了 他离开家之前呢 说是去打工的 可具体去哪儿 也没说 我们也不知道 这就让警方感到疑惑了 为什么疑惑呀 1月26号 距离2013年春节 也就还十多天 再过十来天就要过年了 这个点出去打工去 可能吗 那肯定是遇上什么事了呀 1月25号到2月2号 这一段时间 村民们就普遍反应 都见过赵大谋 办案人员这时候就关注到了这个时间点 赵大谋离开家的时间 和咱们刚才说的 荣江里边死者的死亡时间 大致差不多呀 都是1月底 2月初啊 据此警方推断 死者很可能是赵大谋 不过还是得进行DNA的比对 把赵大谋父母的DNA样本和死者的DNA样本这么一比 结果出来了 这句无名男士正是雅士村的村民 39岁的赵大谋 民警呢 把这个结果就告诉了赵大谋的父母 照理说儿子惨死 父母肯定接受不了啊 那得哭个昏天黑地呀 但是赵大谋父母的反应啊 让民警很意外 赵大谋的父母说 好 死了 死了就死了吧 我们做父母的 也不疼他 他不听话 也不听我们的教育 赵大谋从小啊 就让我们不省心 经常跟家里边闹矛盾 现在他死在外边了 对我们全家来说 其实是个解脱 警方在继续追问 儿子怎么死的 尸体为什么会飘在江里呀 你们有没有什么线索反应啊 他的父母说了 不知道 从死者父母那儿 没有得到什么破案线索 只好找村民继续了解情况 村里人也都说 哎 这大谋啊 性格很古怪 独来独往的 跟谁啊 也不打交道 大伙呢 对他了解也不多 朋友很少 他交往的范围呢 特别的窄 这赵大谋生钱呢 是以重金局为生的 别看咱们在市场上 在超市里边买金局 那玩可不便宜 但是对于重金局的人来说 当年还真挣不着什么钱 一年的收入也就是几千块钱 所以财杀的可能性不大 你说一年挣几千块钱的人身上能有多少钱呢 谋财害命 应该不至于 那不是财杀 还有什么可能啊 情杀 仇杀 通过进一步调查发现 赵大谋 虽然性格古怪 大伙都不怎么喜欢他 但是生前呢 也没跟人结过什么仇 结过什么怨 所以也排除了赵大谋 被仇杀的可能性 至于情杀 应该也不会 这赵大谋 在这情感问题上 大伙反应啊 应该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导致他死于非命呢 这时候警方就又想到了赵大谋的父母 赵大谋生前跟家里人一直有矛盾 跟父母关系也不好 死了之后父母都不带心疼 不带难过的 那么这赵大谋的死 会不会和他的家人有关系呢 经过深入调查 就发现这赵大谋 从小没读书 后来呢 也没正经工作啊 赵大谋呢 不上学之后 也没有什么一个正经营生 所以他就开始认为父母偏心 太偏爱弟弟赵大帅了 警方就推测 赵大谋 如果是因为家庭纠纷导致被害死了 那么死在家里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于是到了死者家里进行勘察 赵大谋生前就是和父母住在一起的 警方一进他们家门啊 就眼前一亮 为什么呢 因为家里边摆着不少麻绳 而这麻绳和捆绑赵大谋的那个绳子是同一类型的 紧接着民警在赵大谋的家里 还发现有一辆木制的独轮车 这让警方更加兴奋了 因为这符合把死者绑起来运送尸体的这个方式 赵大谋家里又有麻绳 又有独轮车 那么警方就更加认为赵大谋很可能是死在家里 既然他生前经常跟家人闹矛盾 那么他的家人都有作案的可能 这时候警方又想到赵大谋死的时候 身上可带着结婚照呢 赵大谋的妻子叫郭凤娇 那么他的妻子会是作案凶手吗 夫妻俩呢 感情不合 郭凤娇啊 比赵大谋小十岁 俩人平时沟通起来呢 也有问题也费劲 六年前郭凤娇嫁给了赵大谋 俩人生了一儿子 今年呢 是五岁了 赵大谋的卧室门上 还贴着阿娇大谋两相怨的这么一个对联呢 这算什么 这算是定制对联 对吧 但是啊 在案发前两年 郭凤娇因为和赵大谋发生了激烈的矛盾 就感觉日子过不下去了 离家出走了 警方就怀疑会不会是郭凤娇回来想离婚 结果没离城 最后痛下杀手呢 于是啊 开始寻找赵大谋的妻子郭凤娇 那么赵大谋的死和郭凤娇有没有关系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了 警方就开始怀疑 这赵大谋的妻子郭凤娇 到底和赵大谋的死有没有关联呢 经过多方打听 赵大谋遇害的这个时间段 没人见过郭凤娇回来 你说他要真回来了 怎么也会有人见着呀 一一排查下来 发现郭凤娇呢 也没有作案时间 也没有回来的迹象 所以郭凤娇的嫌疑就被排除了 家里除了郭凤娇和父母之外 各位别忘了 赵大谋还有个弟弟叫赵大帅呢 赵大帅啊 对自己这哥哥一直心存不满 这赵大帅说了 因为赵大谋从来不把我们当亲人看 面对警方的询问 弟弟矢口否认 说赵大谋的死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不过我们俩之间的矛盾 我也不避讳着 他呀 曾经在我结婚的时候 大闹过我的婚宴 我差点那婚都没结成 还把我的摩托车 还有新房子乱砸一通 这赵大帅说了这些事之后 警方就想赵大帅会不会是因为这些事情怀恨在心 杀死了哥哥呢 针对这个情况 民警对赵大帅也进行了深入调查 在案发时间内啊 发现赵大帅都在医院值班呢 这样赵大谋的弟弟赵大帅的作案嫌疑也被排除了 赵大谋遇害的时间段里 只有他的父亲叫赵家怡 还有赵大谋本人 以及赵大谋的五岁的儿子 就这么严撒在家呢 五岁的儿子杀他 那不可能 那难道会是父亲害死自己的儿子吗 这时候啊 和死者同村的一个村民 平时呢 是干卖肉的营生 就向办案人员反映了一个重要情况 他说呀 呃 年前二十八号的时候 他打电话给我 说要做点腊肉准备过年了 这个村民反映的情况 和这赵大谋的父亲赵家怡的说法 可就有些矛盾了 之前接受警方询问的时候 您各位还记得吧 赵家怡说了 赵大谋是1月26号外出打工的 如果这位卖肉的村民说的是真的 那么显然赵大谋没有外出打工的计划呀 都出去了啊 在外边还想着订猪肉回去做腊肉呢 经过进一步了解 别的村民也反映 说28号那天呢 见到过赵大谋 这样看来 他的父亲赵家怡之前向警方撒谎了 于是呢 警方把作案嫌疑就指向了赵家怡 这老赵为什么要跟警方撒谎呢 他在隐瞒什么呢 于是办案人员再一次来到他们家进行勘查 他们家的灶台啊 是露天的 这回在露天灶台的一个凳子上 技术人员发现了三处针尖大小的血迹 各位想啊 针尖大小的血迹得是多小啊 是那种0.2乘以0.5毫米左右的喷溅状的血迹 0.2毫米 那比头发丝都细 技术人员呢 就把提取到的血迹进行了化验 最终证实三处血迹都是死者赵大谋的 因为这种喷溅状血迹只有在打斗的时候才会形成 灶台边上有这么三滴血迹说明赵大谋曾经在这跟人发生过打斗 警方判断赵大谋很可能就死在这灶台边上了 勘查的时候啊 办案人员还特别留意了老赵的反应 当采集血迹的时候 赵大谋的父亲显得特别紧张 时不时的过来看看 问问有没有什么收获 种种迹象表明赵家怡和案件有牵连 即使他不是凶手 他也是知情人 于是警方立刻传唤了赵家怡 赵家怡承认 是他把自己的亲生儿子打死 并且抛尸在了江里 原来死者的父亲 竟然是这起故意杀人抛尸案的真凶 到案之后啊 赵家怡说我没退路了 那么他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呢 虎毒不食子啊 这老赵为什么要对亲生儿子痛下杀手呢 老赵就说呀 1月29号也就是案发那天下午6点左右 赵大谋干完了农活回到家里 俩人呢就发生了冲突 为什么呢 村里人呢比较迷信 赵大谋经常在家吵吵闹闹的 这老赵呢就想找算命先生给儿子算算 赵大谋认为这是父亲有意陷害的 装神弄鬼 弄个家破人亡 妻离子散 哦 我明白了 为什么郭凤娇不跟我过来呀 是你搅和的呀 啊 为此父子俩又大吵了一架 当时赵大谋骂的特别难听 这让老赵很气愤 随后赵大谋就到院子的那个露天灶台旁边去洗头了 当时天色已经晚了 一看四下无人 赵大谋又弯着身子洗头呢 在气头上的赵家仪可就起了杀心了 看见赵大谋五岁的儿子还在身边呢 赵家仪赶紧把孙子拉到一边去 嘱咐好了孙子啊 你进去玩去吧 赵家仪随手抄起了一根木棒 悄悄的就靠近了赵大谋 这些年赵大谋对他哪有一丁点儿子对父亲的孝性啊 不是骂他就是威胁他呀 当赵家仪举起木棍的那一刻 一点儿没有犹豫 一点儿没有手软 他用最大的力气打了好几棍子 顿时鲜血喷剑 赵大谋倒在了地上 在赵家仪看来 打死赵大谋 父子多年的恩怨 算是有了彻底了断了 他说呀 到了这个地步 我纵然是亲爹 我也没办法了 把儿子打死之后 他很镇定的回到屋里做饭 吃完晚饭 把孙子安顿好了 到晚上十点多 这才处理尸体 一开始呢 他想把尸体背到山上去埋掉 但背不动 毕竟年纪大了 要放附近的话 过不了多久 那肯定就臭了呀 思来想去扔河里吧 这是最稳妥的 于是把赵大谋的尸体五花大绑 推着自己的独轮车 拉到了离家五公里外的浪西江河畔 可就推下去了 破案之后 这事在那个小村子里 可是激起了滔天巨浪啊 和村民们一样 赵家宜的老伴赵大谋的母亲 袁淑秀 他也是刚知道事情的真相 这袁淑秀说呀 老赵啊 跟大谋之间的矛盾确实很深 那么在一起生活了将近四十年的父子俩 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恩怨呢 这赵家宜和袁淑秀啊 一共生了四个孩子 老大就是和他们共同生活这么多年的赵大谋 说因为是长子 小时候赵大谋受到了全家的宠爱 可没曾想 这是越宠越不行 宠坏了 长大之后的赵大谋啊 就像是老天专门派下来跟父母做对的 赵大谋不想去上学 不想去读书 老赵呢 就拿鞭子抽他 抽他 他就跑到姥姥家去躲着去 到了小学三年级 赵大谋说什么也不上学了 怎么劝也不成 小小年纪的赵大谋 还给父母写下了保证书 说了你们现在别让我上学了 别让我读书了 我现在不读书了 以后我长大了 我不怪你们 就这么着 小学没毕业 辍学了 他呢 就开始在外边四处游荡 一两个月才回家一次呢 而老赵两口子呀 当时也忙着务农 加上陆陆续续几个子女也出生了 对这个大儿子也失望了 就撒手不管了 一直到了成年 赵大谋也不怎么帮父母干农活 外边呢 也挣不着钱 什么也不会又没本事 还不愿意吃苦受累 没钱了 就跟父母伸手 到了三十多了 还是没找着媳妇 直到六年之前 父母啊再三的托人 这才给赵大谋提了门亲 父母指望着结婚之后 赵大谋能懂事点 也指望媳妇能管住儿子 可生活了一段时间 赵大谋和父母就因为钱的事又起纠纷了 那时候呢 家里边卖了一车木材 一共卖了一千五百块钱 赵大谋非得拿走一半 买木材的人都看不下去了呀 赵大谋呢 哎 还就强行把七百五十块钱拿走了 没过多久 父亲老赵生病 需要用钱呢 赵大谋呢 一毛不拔 跟他要钱 一分钱也没有 他病了 他死了 我也不管呢 这赵家仪说呀 他跟老伴都六十多的人了 平时就靠干农活挣钱 老伴袁淑秀呢 又有先天性的心脏病 得天天吃药 但是赵大谋 动不动就强行要钱 只要看见老两口 甭管多少有钱嘛 就抢过来 这让老两口子呀 都没法活了 后来呢 他提出来分家吧 这在当地农村来说 父子分家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赵大谋跟家人还写了分家协议 协议上赵大谋还特地著名了 分家之后 我可不赡养父母了 有我弟弟跟两个妹妹 你赡养他吧 可说是分了家了 赵大谋还是跟父母住一起 他哪有那能耐 有那钱去盖房子去 什么叫分家呢 也就是分造吃饭 分家之后 刚不干活了 没钱了 怎么办呢 把家里的老两口的东西就给卖了 由于受不了赵大谋的好吃懒做 人郭凤娇啊 忍不了了 借口出去打工 可就再也没回来 那时候赵大谋的儿子只有三岁 可就没人管了 妻子离家出走了 赵大谋的脾气变得更暴躁了 没过多久 弟弟赵大帅准备结婚 赵大谋心里更不平衡了 于是弟弟办酒席的当天 赵大谋当着那么多亲朋好友的面 数落父母 大闹婚宴 这一回闹事啊 让家里的矛盾 在亲戚朋友面前都公开了 但是大伙也都知道 这事怪不得别人 就这赵大谋 真不是个东西 赵大谋还在婚礼上放出狠话了 说以后啊 咱家里边这日子 谁都甭想好过 我得不到的东西 谁也甭想要 凭什么你能娶这媳妇 凭什么我媳妇就跑了呀 我媳妇不回来 你们谁都别有媳妇 并且他还说了 我呀得把你们全家 我都给杀了啊 我买好了汽油了 我我把房子点了 我把那老不死的 那俩老东西 我把孩子 我全都烧死 赵大谋一天天的没个人样 父母也无可奈何 为此呢 又找村干部调节 也跟派出所报过警 但是赵大谋光是折腾啊 他够不成犯罪事实啊 拿他也没办法啊 赵大谋 更变本加厉了 时不时的就放狠话 老东西 我一会儿又弄死你 这让老赵 开始为家人的生命安全担忧了 直到1月29号 父子俩又一次争吵之后 老赵啊 可就先动了手了 对赵大谋这个长子 全家人那是宠爱有加 甚至是溺爱过度 最终啊 让赵大谋成为了一个人见人烦 人见人厌的人 赵大谋长歪之后 孩子痛恨父母 父母也埋怨孩子 最终呢 就酿成了这么一场亲情的悲剧 这个案子呀 算是一个比较极端的案例啊 但是在很多地方 哪怕没有发生这样的血案 但是呢 孩子从小受到了溺爱 长大之后呢 不忠不孝 无情无义 甚至是打爹骂娘 眼里边除了自己 没有别人 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案例 认不认识这样的人呢 如果有的话 可以在节目下面留言 咱们大伙啊 一起来交流交流 大家呢 也可以聊聊 对这个案子的一些看法 行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 更多内容 下期节目再会